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朗普表示土须冲突与美无关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6号的凤凰美中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总统特朗普16号是继续捍卫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他表示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冲突与美国无关 也否认自己给土耳其动物开绿灯 特朗普就表示美国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 特朗普16号在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晤时再度表示 美国需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 他认为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冲突与美国无关 特朗普还否认自己给土耳其亮绿灯 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白宫当天还公布了特朗普写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安的一封信 特朗普在信中提到 埃尔德安不想要为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负责 而特朗普称自己也不想为摧毁土耳其经济负责 如果埃尔德安能够以正确人道的手段处理好这场危机 历史将会对他于积极评价 否则埃尔德安将会被视为魔鬼 特朗普最后奉劝埃尔德安不要太强硬 不要太愚蠢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4票赞成 60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 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军的决定 其中129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到了民主党的行列 众议院还希望参议院能够通过类似决议阻止特朗普撤军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秘鲁中华通会总局组织吕密华侨在利马市中心总统府广场 举行纪念华人抵觅170周年的快闪活动 当天中午活动总策划兼总指挥 通会总局省狮团副团长邓正堂一声令下 锣鼓升起 七十头彩狮列队从总统府广场四角开始五项广场中心 吸引了正在广场游览的民众的目光 跟随着古典 七十头狮子竟然有序地汇集到广场中心 围绕着中央喷泉舞动 有的狮子还不时和观众互动 眨眼几眉 摇头晃脑 随后 七十头狮子摆出了170的字样 既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祝贺 也是对华人抵壁170周年的纪念 邓正堂表示 本次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策划完毕 几个星期前 毕露正堂突发变故 活动一度被取消 好在政局逐渐稳定 市中心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旅逼华人在总局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 齐心竭力成功举办了这次快闪活动 为祖国生日和华人抵壁周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孟黄卫视综合报道 有消费者监督组织15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就显示 全美最大的汽车经销商 汽车王国公司 在销售二手车时 对部分本应该召回的缺陷车辆 视而不见 依旧出售 美国公共利益研究小组联合多个团体 于今年7月和8月期间 针对全美最大的汽车经销商 汽车王国公司 位于12个州经销网络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 抽查的2400多辆二手车中 每9辆车就有一辆存在缺陷 报告指出 存在缺陷的二手车 包括了点火装置故障和有死亡汽囊之称的高铁安全汽囊 据了解 汽车王国公司总裁 2015年曾承诺 绝不会销售有安全问题的二手车 汽车王国公司就指责发表报告机构 没有了解其内部购买程序前就轻易发布结论 他们的顾客购车之前会签署一份召回信息表 可以在购买前预约时间完成召回车的维修 目前美国联邦法律中只规定禁止销售 有召回问题的新车 而禁止转卖有缺陷二手车的议案 仍在等待意愿审议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导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一组综合快讯 加州近日连续多天发生数起地震 湾区一格大型化学染料储罐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发生爆炸 当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调查 是否是由于地震而引发的事故 爆炸发生地位于湾区的克罗克特市 该地距离旧金山市约30英里 爆炸发生后 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命令 要求居民紧闭门窗 并用胶带或湿毛巾擦拭房屋 任何一个通风口 消防部门称 大火和燃烧的黑烟在持续了 约7个小时才消散 盛事公司称 在爆炸发生地 共有24个可容纳300万桶以上 各种燃料的储罐 大火严重破坏或摧毁了 两个装有约25万加仑以纯储罐 该设施还存储汽油 柴油和航空燃料 康特拉科斯塔县卫生官员 周二晚间开放了一个闭门中心 估计当地约有1.2万人会受影响 为保险起见 当地政府下令 至少有4所学校于周三关闭 芝加哥市长周三宣布 由于教师罢工可能会在周四举行 该市所有公立学校将当天关闭 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指出 芝加哥市府不仅提供了5年加薪 16%的合同 而且还同意在合同中使用特别条款 以解决班级规模和增加职位人员水平的 可执行目标 但他说 该市满足工会要求的价格约为25亿美元 芝加哥市府无力支付 据统计 大约30万名公校学生及其家人 将受到罢工的影响 另外还有约2.5万名教师 7000名警卫 公共汽车 特殊教师 也可能在周四罢工 周三有报道 援引纽约市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 一名下班的纽约市警官 周二晚上在皇后区家中举枪自杀身亡 他也成为纽约市警察局 今年第十位自杀的警员 消息人士称 这名33岁的自杀警官名为李林鸿 他于2012年加入纽约警察局 之后在麦哈顿省西区第24分局服役 而在加入纽约警察局之前 李林鸿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并曾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 李林鸿也是2019年 纽约警察自杀案中最新的一个案例 有报道指出 纽约市警察局的自杀死亡人数 使该部门感到不安 纽约警察局已调整了 应对内部自杀案件和预防自杀的措施 鼓励所有警官如果有自杀念头 寻求心理健康咨询 一场潜在的炸弹气旋 正在东部沿海迅速形成 并准备向东北部前进 预计星期三晚些时候 风暴将开始迅速加剧 国家气象局表示 该系统将具有相当于一级飓风的低压 尽管这场风暴将不会达到 通常冬季风暴的标准 但它的强度与上周影响 大西洋中部和东北部的风暴 一样强劲 周三和周四 纽约市波士顿和缅因州波特兰等地的风力 可能达到每小时39英里以上的热带风暴级别 某些地区的风速可能会超过每小时60英里 大风可能会影响电力供应 由于强风一直持续到周五晚上 预计新英格兰地区将在周次和周五 发生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 此外东北地区的许多地方将迎来降雨天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2019年军运会女排赛 16日在江汉大学体育馆拉开帷幕 中国八一女排直落三局击败美国 刘彦涵的扣球得分 助中国队以25比10拿下首局 而在第二轮 中国队领先美国队超过10分 结果以25比9再下一城 到了第三局 中国队的失误开始偏多 美国队以8比6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不过中国队很快就恢复了进攻节奏 随着袁新月反击轻调得分 中国队领先16比12 之后中国队一直保持领先 高一拦截得手 助中国队以25比16锁定胜局 同时以总比分3比0击败美国 迎来开门红 香港警方周二晚在大脚嘴 拘捕两名17岁及23岁的男子 在他们的租住单位中搜出 6枚汽油弹 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 以及力刀等武器 并搜出一部可能用来引爆炸弹的 改装手提电话 以及三架无人机及投掷器 警方指有核心暴徒正计划致命袭击 可能与恐怖主义接近 警方又表示 有越来越多暴徒在冲击中使用 大量汽油弹甚至演变成土制炸弹 情况令人担忧 不过警方表示 目前香港受恐袭成都威胁 仍维持在中度 台湾军方现有的142架 F16战机升级进度严重落后 有近四分之一的数量 仍在厂房里影响战力调度 台湾军事部门首长承认 负责升级作业的汉翔公司 因人力不足及非计划性故障因素 导致升级时程延宕 有航空界消息认为 领导人蔡英文曾指示 要求台湾自制的高级教练机准时出场 导致F16战机升级计划被迫拖延 外界质疑 汉翔公司将大部分能量 投掷在高脚机的研发 替蔡政府兑现支票 虽然台湾军方宣称问题已经解决 但专家批评蔡政府浩大喜功 才会导致台湾军方的战斗调度 受到严重冲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 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全天维持震荡格局 窄幅反复 最终小幅收跌 9月份的零售数据意外下滑 对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美联储今天发布了经济贺皮书 表示虽然美国经济是持续扩张 但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另外投资人也在关注 国际贸易局势 以及英国脱欧方面的最新进展 而在倒置方面 今天XN美股 雪佛龙是领跌倒置 同时科技类的个股 包括IBM 微软 英特尔 以及生物医药类的个股 莫沙东之药 联合健康集团 在今天都是领跌倒置 同时一些工业类的个股 包括3M集团 陶氏 杜邦 都是表现不佳 不过强生是受到 昨天财报表现强劲的提振 今天仍然是全天领涨倒置 上涨超2% 迪士尼今天是涨幅剧前 标普白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是领跌大盘 下挫1.5% 科技板块 金融板块 以及医保板块是录得了 比较明显的跌幅 而非必须消费银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以及原测量板块 则是几乎全天维持涨势 不过涨势并不明显 上涨不足0.5% 科技板块今天的不佳表现 是拖雷纳指全天走低 人员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低约1% 环境期货价格收涨 超0.6% 近0.7% 美联指数全天走软约0.3% 目前距离美联储 下一次一期会议只有两周的时间 市场市预计美联储降息的概率 回落至72.7% 那同时呢 今天发布财报的企业 包括美国银行 纽约美龙银行 以及美联行航空公司 都是显示盈利和营收 都超出预期 并且上调了未来一年的增长指引 对市场情绪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富豪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提供 一起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提供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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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平起者 和公布兼企业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姐请登陆iPhoneO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